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事件 大家可能都看过美国电视剧 Like to Me 千环北计吧 其中应用到的神奇技术就是测缓术 在自然界中 动物的欺骗是常见的生存策略 有的是为了防卫而欺骗对手 有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 而采取欺骗手段的 实际上在人类的各种活动当中 谎言也是很常见的 人们在社交过程中 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说一些谎话 这并不一定都是坏的行为 其中可能有善意的表达 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打击犯罪中 如何揭露谎言的技术 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们都一直努力去发现揭露谎言 在宗教色彩和农的年代 人们很相信神灵 在揭露谎言时 发明的方法是神才测谎法 比如说水事法 火事法 水事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 扔到水里 淹死的就是坏人 没有淹死的就是沉死的人 火事法呢 就是让人关着脚 从火道上快速走过 如果他的脚被烫伤了 那就说明他是坏人 没有烧伤 他就是好人 显然这是以神灵的意志 来判断谁是谁非的 到后来才演绎出 经验智慧的测谎方法 最有代表性的案件 是阿姆争指案 说有两个母亲 争抢孩子的这么一个事件 有两个年轻的女子 都刚刚生养了小孩 其中的一个小孩 不幸腰直了 他的母亲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想念孩子 这时他发现 邻居家也刚好有个小孩 就偷来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这样两个母亲就发生了争扎 他们找到一个更正人来裁判 更正人一声也还难以成 两个人的辩解争 和孩子的项目上来判断 就说这样吧 你们两个人抢孩子吧 谁先抢到孩子就归谁了 一听这话 两个母亲就开始准备 过了一会儿 其中一个母亲说 我不抢了 更正人立刻判断 他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因为这个亲生的母亲 害怕在增强当中会伤到孩子 真正测缓技术的出现 那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 1921年美国一名里根科毕业的大学生 叫John Larson 来到加州旧金山对面的伯克利小镇 当了一名警察 他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抓小偷 但是他在抓小偷办案的时候 发现除非当场有非常确定的证据 这些小偷们都会百般的否认抵赖 不承认自己的偷窃行为 这让Larson警官很苦恼 他苦思冥想 在医学检查仪器的启发下 他利用自己所学的生物学和机械学的知识 自己做了一台仪器 就是测定犯罪行业人 在询问当时的心率 血压 呼吸频率的变化 以探词小偷在审讯时是不是说缓了 这方法一试很灵验 立马就能从生理指标的快速变化中 识别出小偷的输缓行为来 这样一来 对办案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这种测缓仪 就开始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起来 这就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台实用的测缓仪 从此 测缓技术就不断系统化 规范化的发展起来 并且越来越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尝试 发展出了许多的技术和方法 比如说紧张分子法 控制问题法 犯罪情境法等等 所谓测缓仪 学名叫做心理生理测试仪 它主要的指标就是心率血压 呼吸频率的变化 后来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指标 比如说皮肤垫 脑垫 身体微反应 微表情等 首先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为什么能够吃缓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人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恐惧 而当心理上很紧张恐惧的时候 人的心理上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些生理变化 从生理变化当中就可以推断它是否说谎 但是为什么要用仪器呢 因为有时候生理上的变化 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不显著的 通过仪器的信号放大 就能快速的 很直观的看到这种变化 那么有人会说 为什么心理紧张 会有相应的生理变化呢 我们知道 人的生理反应和外部行为 都是在人的神经系统的控制下来实现的 有的行为自己能够控制 比如说 你可以主动的说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 而有些生理上的变化了 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的 比如说 我们说都很害怕凶猛的老虎 对吧 除了说在野外当中 看到一只老虎你会害怕 哪怕是在野生动物园 有栏杆的保护 一只猛虎向你奔跑过来 你也会心率加快 那是圣上树飙升的结果 是不受你一直控制的 又再比如一个男生第一次和女生去约会 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快 或者满脸通红 这也是不受你意志控制的 有一种自主性神经 也叫植物性神经 是在漫长的生命进化中 形成的自动反应机制 它在平和的情境和紧张的情境下 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 要是在重要的危险情境中 它会启动交感神经的应激模式 就是说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模式 比如说在森林当中 你遇到了老虎 它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你 除了你一下被吓傻了之外 战斗和逃跑的反应 是你唯一的选择 这是不需要思考 也不需要推理的 它是高等动物 进化出来的一种本能 这样才能生成下去 有人说 如果没有这种战斗和淘宝反应模式 会怎么样 它就被老虎吃掉了 这种人是没有后代的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这种人 这种行为模式是自动的反应 而且反应很迅速 心理和行为要快速反应 生理上就要怎么样 就要做相应的准备 比如说你的心跳要加快 你的血压要上升 你呼吸要加快 肾上腺要飙升 肌肉要紧张 这样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和力量 去战斗或者逃跑 要特别注意 这些变化是不受主观意志来调控的 遇到了老虎 这只是一个比喻 比喻遇到了紧急危险的情况 现代社会的人 可能会面对隐形的老虎 比如说遇到了紧急的事件 或者自己干了坏事 他肯定是知道一旦被发现 是要接受惩罚的 如果施施了犯罪行为 后果当然非常严重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失去自由 要失去真言 甚至生命 这些隐形的老虎出现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揭发出自我的恐惧和相应的生理反应 所以可以通过检测他们在面对特定犯罪信息时的生理状态 从而知道他的内心状态 有没有说谎 简单的说 策划就是从生理指标的变化来推测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尖畏的问题 有没有不会产生正常紧张恐惧的人呢 如果对他们进行策划行不行 有这种人 这就是精神变态者 他们没有平常人所具备的紧张恐惧 所以对他们策划基本上是无效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精神变态者犯罪了 很难发现他的真迹 因为他们没有紧张 没有恐惧感 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策划时 我国常用的测试技术有 紧张分责法和犯罪情境法 比如说 在一个有钱财被盗的案子里 办公桌里的五千块钱不见了 第二天才发现 确定这两天没有外人进入 那办公室的人自然就成了嫌疑人 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拿了那个钱 那就进行策划来争别 一个一个策 接上策划仪的感应器线路 因为表面上我们说 看不出来一个人是不是紧张 但是通过仪器的信号放大 心理紧张的生理反应 就可以立刻的显现出来 在测试前 可以准备五个类似的策划问题 来形成一组一组一组的策 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今天什么天气啊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你会把那五千块钱藏在家里吗 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其中第四个显然是案件相关问题 其他的都是无关问题 这样的话 通过案件相关问题和无关问题的 生理反应的对比来判断 如果每当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某一个人的生理指标就会快速变化 那么他的犯罪嫌疑就会大大增加 这样通过多次的测定 基本上就可以甄别出来 他到底是有嫌疑还是没有嫌疑 这就是紧张分择测试法 每当问到案件相关信息的时候 如果他的血压就上升 心率加快 这说明什么了 说明他至少是案件的执行者 那再比如在一个凶杀案件当中 犯罪者使用的凶器很特别 别人一般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使用了一把人形的匕首 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犯罪嫌疑人 才知道这一特殊的细节 那么我们测缓的问题可以这样设定 问这个被测试的人 比如你认为凶手在杀人的时候 使用的是菜刀吗 使用的是虎子吗 使用的是人形匕首吗 使用的是剪刀 使用的是木棍吗 五个题目形成一组 一组一组的去不停的测 如果每当问到人形匕首的时候 某个人的血压心率就剧烈变化 呼吸加快或者屏住呼吸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说明他参与犯罪的嫌疑是很大的 屏住呼吸是一种主动的防御 它是一种反测试的一种手段 就你认为我的呼吸会加快 我故意屏住呼吸不去呼吸 但也提示了某种信息 你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反测试 这种方法叫做犯罪情境测试法 针对的是什么呢 针对着犯罪的细节而设计出来的 这是我们国家常用的两种测试的方法 那么如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呢 一般来说就是根据相关问题 与生理波动的变化之间的对应率来判断 就是每当我问到相关问题 你的生理指标的变化在同步在发生的话 我们看它的对应的程度有多高 如果两者的对应率小于30% 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和这个案件是无关的 是无辜者 如果对应率在40%到50%之间 它是一般的执行者 就知道一些细节 如果对应率在50%到60%之间 它是参与性执行者 而如果对应率大于60%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它是犯罪嫌疑人 当然这个更多的是 从很多案件的经验当中 得出的一些规则 一些结论 当前这种测缓技术的科学 有效性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因为这是人命光天 有些案件当中 如果你这个能作为证据的话 对有些人的确定是很关键的 对有罪者来说 这种有效性 准确性可以达到80%到90% 话而言之 有15%左右的概率 可能会让坏人漏网 会躲过这个测势 尤其是对那些 有测缓经验的广泛来说 就是你测不准 本身它是有罪者 它通过了这个测缓 你认为它是无罪的 那么对无辜者来说呢 整确率是更高一些 90%到98%之间很高了 可见它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当中 都是很有用的 但是我们发现 也有5%左右的无辜者 会发生误报 比如说有的人天生就比较紧张 过于担心 它的本身的基础代谢率比较高 它表现出来的生理变化比较明显 还有的呢 可能它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但它可能曾经做过别的坏事 甚至是犯过罪 它很担心啊 会不会发现它隐瞒的那些罪行 那么这种人 它的生理指标变化 也可能比较大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 有可能把无辜者 误报为有犯罪的嫌疑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 西方的测缓技术 有了一些新的探索方向 代表性的技术有下面几种 第一叫声音分析技术 它的基本假设是 人在说话过程当中 声音会有一些生理变化 尤其是说真话或说假话的时候 心理状态不一样 在说假话的时候 内心会紧张 这种紧张会导致一些 正畅的刺声波 当然这种刺声波是听不出来的 人耳是听不出来的 这种特定的声闻特征 可以通过仪器把它检测到 从而推断它是否在说谎 大约在20年前 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 就已经开始应用这种技术 来进行侦破案件 第二项新技术 叫做脑电测试技术 就我们的大脑 是复杂的一个机器 它在接受信息时 进行加工时 会产生四件相关电位 就是我们通俗来讲 会产生不同的生物电 并伴随着电流量和血糖耗氧量的变化 就它加工程度不一样 加工部位不一样 它会表现出这些特征的一些起伏 而面对敏感信息的时候 进行加工的时候 可以侦察到这种脑电时间变化量 或波形的特征会显现出来 它现在采用的具体方法是 叫做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 和更能性核实更正技术 用这个来测定的 由于脑电的变化 是不受人的意志控制的 由此来推断说话内人的真实性 这种技术现在正处于探索验证阶段 西方的一些国家 已经广泛的应用到刑事侦查 民事调查 以及特定人员的筛选活动当中了 第三种就是微表情 微反应的识别技术 它在千环百计电视剧当中 都有夸张的表现 很神奇 类似于快捷的多心术 其实这项技术并不是纯粹的想象 确实是有这种策略技术 他认为 人的表情和微表情 是进化当中的情绪移籍 就漫长进化过程当中 它具有适应性的这么一种移籍 比如自然的微笑和假装的微笑 是不一样的 假装的微笑 是四十多块面部肌肉的快速模仿 比如说嘴角肌收紧 微微露出牙齿 全五肌抬起 这就是假装的笑 模仿的笑 假装的笑 模仿的笑 在职业性当中很有用处 它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职业素养 对人有礼貌 它是可以通过练习 获得的一种技能 但是多数情况下都能识别出来 因为它和真诚的笑不一样 真诚笑除了这个我们说 嘴角肌啊 全国肌的这种运动之外 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什么呢 就是能眼角肌的收索 就是眼角肌要舒缓的收索 舒缓的回落 就我们经常讲的 眼睛会说话 就是指这个意思 这个也叫狄乡式微笑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法国人的人名 他发现的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笑 是一种自然的会心的笑 这是一种不需要学习就会的 一个婴儿 甚至是天生蛮的婴儿 在出生之后四个月就会笑 他也能很好地来识别 大人的微笑 演化为是一种社交性的一种技能 也认为是一个生命体 获得它能帮助 关心的一种本能反应 为什么叫微呢 就是时间很短 很短暂的潜意识的情绪流露 多短了 大约持续20到200毫秒时间的这个表情 它是更不受人的意志的控制了 能够较真切的反映出人内心的体验 以此来推断真实和虚假 世界著名的情绪心理学大师 叫鲍尔·埃克曼 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整 识别和训练微表情的这么一整方案 通过短时间的训练 可以提高安全人员 在公共场合当中 对危险人物微表情的识别能力 据说效果很好 他们报告说 通过识别危险人物的微表情 他们曾根阻止了70起 有计划的恐怖袭击事件 当然他们有些技术没有公开 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高阶段技术 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到正式决策当中 比如说对某个很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发言 他认为可以通过他的发言时候的表情 来判断他们的态度的真实性 他们在研究战争 还应用的一个特例 曾经对克林顿案件听众会进行过录像比对 克林顿在莱文斯基的案件当中作证的时候 发现他有36次摸鼻子的这个动作 这认为是一个微反应 就是说当时他们推断他是在说谎 就是说当时他和他没有这个性关系 这个解释就是能在进化过程当中 如果一个人说谎的话 他会很紧张 很紧张带来生理上的一个反应 就是鼻腔会沉血 一沉血了他就会痒痒 人会不自觉的会去安抚动作 就摸这个鼻子 所以他当时他们认为 他在听众会上是说谎 最后也证明 克林顿确实是在作证是说谎了 还有一个 就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 要求国会去通过他的战争时候 说发现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他们当时通过这个录像比对来识别 说他在说谎 他根本不知道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但是他当时是掌尖基地的说 我们掌握了证据 后面发现他实际上是拿了一包 类似洗衣粉一样的东西 说明他们有松花武器 在后面的事实也证明 在伊拉克找了个底方天 也没有收受到所谓的松花武器 当然在所有的测缓技术当中 都要面对着一个难题 因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对抗性很强 在你对他进行测缓的时候 他会进行反侦察 也就是侦察人员随时要注意到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缓举动 什么是反侦缓举动呢 比如说屏住呼吸 不停地问话 环顾左右 咬舌头 紧握拳头 用力地勾脚趾 等等这些制造多余的 生理波动的假象和干扰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反侦缓呢 肯定是心理有鬼 对吧 这些信息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心理测试技术 是一项基于生理和心理关系的技术 并不是主观的意识 而是一项有科学原理支持的应用技术 当前 它的应用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打击犯罪中 在公共安全当中 比如说反恐行动当中 以及特定人员的真诚度考察当中 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比如说 对于特整的军人 对于国安人员的真诚度考察 可以应用这种技术的 当前只有少数的西方国家 测缓报告具有间接证据的法律地位 多数国家不能用它来作为直接证据来使用 在我国呢 测缓技术是我们自主发展起来的应用技术 当前它只是形式侦查的辅助技术 但是这项技术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在 形式侦查 民事案件的调查活动当中了 当然要注意 由于人形的复杂性 个体差异性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强烈心理对抗性 犯罪心理技术 仍然需要不断地完善 提高其测试的整确性和稳定性 在测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当中 我们看到打击犯罪的技术在快速地进步 正所谓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对于潜在的犯罪人来说 不要心诚侥幸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对于守法公民而言 我们要心诚善恋 行有善举 这样你才会有诗和远方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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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点赞 订阅 转发 点赞 订阅 转发 这种 帮于台湾的敌人